已經不是第一位 而是第二位的女性副總統 那我們也有女性的總統 我在美國的國會走動 我也告訴他們 臺灣女性在政壇上的比例 跟代表性已經超過美國了 準副總統蕭美琪 迷色西裝外套 配上一身亮眼紅色洋裝 顯得陸落大方 現身出席2024臺灣女力論壇 大談女力影響力 跟分享在美國擔任 駐美代表師戰貓精神 我有時候會形容自己是戰貓 覺得貓有一種特質 牠非常的靈活 同時又非常的柔軟 那貓有自己的思考 有非常獨立的個性 但是你也不能 這個貓是不容你隨便亂指揮的 貓也很有平衡感 能夠在非常狹隘的空間 非常困難的環境當中生存 大談在貓由來 小美潔是有女力在社會中 堅毅且不凡的任性 也成為臺灣整體進步的力量 另外小美琴也分享 駐美時的有趣小故事 我剛有提到說我們常被低估 我在美國第一次見面的對象 有時候不清楚我們背景的 真的會把我帶的男秘書 當成是大使 小故事似乎讓台下不少女力超有感 逗得全場笑聲不斷 透過女力論壇 小美琴大戰臺灣 推動性平成果 超越亞洲多國 更勝美國 讓女力的影響力 被世界看見 三立學院李維廷馬 月光太報道 第二次見面 再次見面 出品